再没有 但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身高啊 对 所以说其实你还是认为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身高问题啊 让你伤心的地方还挺多的 对 是吧 有没有恨过自己的身高 恨过 也偷偷地流泪过 各位企业家们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买旭辰 别看我外表是一个萌妹子 其实是一个女汉子 在校期间送过外卖 也做过文案编辑 自媒体运营 以及设计等工作 在运营过程中 出过数篇百万家报文 业绩名列前茅 并且自学了PS CDR等软件 生活中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 喜欢自由的人 也是朋友们的开心果 今天来到菲尼莫书 想要寻求一份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李刘老师好 他有一点很吸引我 他妆化得很干净 然后头发也是染了 漂了一个淡淡的黄色 很显然这个女孩 是很热爱生活的 聊聊吧 买续尘 你多高啊 130 这是先天的是吧 对 软骨发育不全 身高对你的影响大吗 其实还好吧 只是就是生活中可能 除了高的地方 会有够不到的时候 其他还可以 卖萌很方便吧 是 是吧 但其实我心里住着一个女汉子 再找个一米九身高的男生 来个最萌身高差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有男朋友吧 没有 为什么 没谈过 谈过 谈过 对 身高大概多高 一米七以上 啊 那还挺好 怎么分了呢 就是 过够了 这上面写你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主持人大赛是吧 对 成绩怎么样 挺好的 应该可以进决赛 进了决赛没有 但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身高啊 对 所以说其实你还是认为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身高问题啊 让你伤心的地方还挺多的 对 是吧 有没有恨过自己的身高 恨过 也偷偷地流泪过 那你怎么面对呢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考验吧 会让你承受更多的压力 去锻炼你 所以你要比别人更努力是吧 对 可能比较要强吧 在生活当中 我是一个 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比别人差 我会更努力地去 让自己变得更美好一些 更完美一些 你刚才说你做新媒体 你写过那个阅读量有一百多万的报文 对 是你自己写的 对 有收益吗 有收益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靠写文章 之前 现在目前的公司是八千左右 我这上面写你一个月能挣三万多 不是不是 那个是公司的收益 我个人在公司的收益 然后它会有一个提成 那你今天面试是自媒体运营方向吗 对 你要去薪资多少 六到七K 在哪里 北京 这些家里面比较喜欢谁 喜欢 想去去头条 我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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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